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日益壮大,中国电影的类型也越来越多 但是科幻类却一直还是中国电影的落象 不过随着中国电影人的努力,还是有很多新兴力量正在崛起 这部电影星河这部科幻片就是国产电影首次尝试太空科幻 将融入机甲、金属、人工智能、星际、黑洞超感交流等科幻元素 希望能呈现给观众不一样的科幻电影 而为了创作这部电影,偏方迷离影业甚至不惜重金打造了一个巨型机甲模型 优于影片的拍摄 最大的困难就是机甲本身的运动 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更多的机械化的东西 毕竟我们只是美术设计,然后自己不是专攻机械的 所以我们在做机甲之前也会考究很大量的机械方面的知识 一眼感觉就是一个机甲,然后在我印象里还是跟高达的因素比较相关一点 但是看上去好像是更偏向美式机甲那样 我观众它那个脚下好像也是有那种铁爪针子这样的一个设定 然后最后的话片名是星河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是以后的一个特效片吧,我还是挺期待的 10月1日正值国庆节的时刻,这个中国首个重型机甲模型变量向上海 震撼的外观引起了众多路人围观 5米高三吨重的机甲战士模型霸气造型非常吸睛 据悉此次展出时间将从10月1日持续到10月7日 看到这个外星,有不少网友也认为这个机甲能与好莱坞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媲美 但该片的美术总监叶木则认为两者各有有缺点 要是光达这个模型的话,肯定我们在制作上是不行 然后,但是我们在影片里出现的话,是做得非常好的 跟他们比的话,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吧 优酷全娱乐,上海报道 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日益壮大 中国电影的类型也越来越多 但是科幻类却一直还是中国电影的落象 不过随着中国电影人的努力,还是有很多新兴力量正在崛起 这部电影星河这部科幻片就是国产电影首次尝试太空科幻 将融入机甲、金属、人工智能、星际、黑洞超感交流等科幻元素 希望能呈现给观众不一样的科幻电影 而为了创作这部电影,片方迷离影业甚至不惜 重金打造了一个巨型机甲模型 由于影片的拍摄 最大的困难就是机甲本身的运动 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更多的机械化的东西 毕竟我们只是美术设计 然后自己不是专攻机械的 所以我们在做机甲之前 也会考究很大量的机械方面的姿势 一眼感觉就是一个机甲 然后在我印象里还是跟高达的因素比较相关的 但是看上去好像是更偏向美式机甲那样 我关注它那个脚下好像也是有那种铁爪 都是一样的一个设定 然后最后的话片名是星河 感觉还是可能会是以后的一个特效片 10月1日正值国庆节的时刻 这个中国首个重型机甲模型变量向上海 震撼的外观引起了众多路人围观 五米高三吨重的机甲战士模型霸气造型非常吸睛 据悉此次展出时间将从10月1日持续到10月7日 看到这个外星 有不少网友也认为 这个机甲能与好莱坞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媲美 但该片的美术总监 叶木则认为两者各有有缺点 要是光达这个模型的话 肯定我们在制作上是不行 然后但是我们在影片里出现的话 是做得非常好的 跟他们比的话 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吧 优酷全娱乐上海报道